大家好,我是新月 今天用黄豆来分享一个辅助的做法 做法简单,跟买的一样 先准备一块钱的黄豆 把里面坏的给它剪出来不要 这样吃着呢,才赶紧放心 把黄豆倒在生水里面 下手抓洗一下,洗去黄豆表皮上的脏东西 空掉水分,再次的倒入生水给它浸泡一个晚上 黄豆呢,经过了一个晚上的浸泡 已经各个膨胀了 每一个都吸足了水分,像这样就是泡好了 我们下手抓洗一下 倒在漏网里面空掉水分 把空掉水分的黄豆倒在料理机里面 加入1800毫升的清水 如果料理机装不了那么多的水的话 可以分两次打 黄豆200克,生水1800克 用尽全力打成豆汁 多打一会儿打得更加细腻一点 打好以后倒在网袋里面 用尽全力把豆汁给它过滤出来 过滤出来的豆渣可以留着胃积 也可以蒸窝头吃 把上面的浮沫给它撇掉不要 再把豆汁过滤到热锅里 再倒入500克的生水 开大火煮开 全程用筷子搅拌着 放入壶锅 中途加入一勺食盐 留个底味 继续熬煮 煮开以后转成文明火 再煮三分钟 一定要把豆汁彻底的煮熟 煮熟了关火 放在一边备用 落锅中倒入一大碗生水 开大火煮开 水烧开以后转成文明火 放上一个蒸盘 再舀上几勺的豆汁 然后静静地观察豆汁就可以了 大概一分钟左右就形成了一张豆皮 看着特别的结实 这个就是我们的腐竹了 我们用筷子给它取出来 挂在筷子上面 锅里面又一张豆皮形成了 我们再给它取出来 重复以上的步骤操作 平均50秒左右一张 全部都挂在筷子上面 我们的自制腐竹就做好了 等待自然的晾干 就是我们常吃的腐竹了 这样做的腐竹没有任何的添加剂 纯天然的 特别的干净卫生 晾干以后呢 可以用来炒菜 凉拌菜都可以 可以一次性多做一点 放在干燥处存放 如果你也喜欢的话 那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无论是站着吃还是坐着吃都好吃 点击我的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家常美食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 评论转发哦 辛苦一下 这里是新月厨房 我是新月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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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